欢迎回来 富时吉隆坡综合指数 日前创下这两年来 新高记录 第一次冲破1600点的水平 带动大马股票市值 飙升到了超过两兆令吉 第二财长 纳杜斯利·阿米尔·韩沙指出 这足以证明 在建设文明大马框架下的措施 为投资者的信心注入了强行针 未经设文明大马框架下的 他今天在联昌国际证券推荐里上指出 政府会继续推出多项策略和举措 确保达到关键目标 这当中包括国家能源转型路线图 2030年新工业大蓝图 以及第十二大马计划中期检讨等等 与此同时 他也希望有更多企业 能够参与政府的计划 携手提振国家经济 他也希望有更多企业的企业 同时 他们都有更多企业的企业 控制作为